我们多多少少都在追逐各式各样的快感 比如知识的拓展 生理和经验的满足 改变或指导别人的优越感 我们从生到死都在秘密的 或是处心积虑的 甚至明目张胆地追求快感 不论快感是何种形式 我们都应该心中有数 因为就是它引导并制定了我们的生活方式 但快感必定带来痛苦、沮丧、忧伤及恐惧 如果你想从痛苦中解脱 就必须了解快感是如何形成的 认识快感并不是要否定它 我们既不谴责它 也无意为它论断是非 不过要探索它 你就必须张开眼睛 认清以下的事实 凡是不断追逐快感的心 无可避免地终将面对它的阴眼及痛苦 即使我们只追逐快乐而躲避痛苦 这两者仍然是无法分开的 大家好 今天咱们来聊聊快乐 或者叫快感 快感是怎么产生的 又是为什么一直在吸引我们 去不断地追逐它呢 快感是从我们身体的感觉开始的 我们得到了某种感官刺激 感觉很好 很舒服 很愉悦 然后就形成了记忆和经验 有了这个记忆和经验 于是我们在想象中 就会不断地去想念这个感觉 想要重复这个经验 重复的次数越多 快感就越是不断地出现 最后就变成了一种惯性 机械化的反应 我觉得对于快感利用的最好的 那就是游戏了 游戏会设置很多刺激感官的画面 声音 让我们感觉在玩的时候 很爽 很刺激 好像都忘记了生活的烦恼 全身心地投入到了里面 当我们不玩的时候 我们会想念那种感觉 想象自己赢了以后 或者升级以后会多么有成就感 然后我们就会打开游戏 开始重复地体验 那游戏的设计者也在想尽一切办法 去刺激我们产生更多的想象 更多的期待 比如说搞活动 送装备等等 就是在告诉我们 当你完成这些任务 实现了这些目标 你就能得到更多的快感 那除了游戏之外 我们的信誉 食欲 买东西 获得成功 等等的欲望 都是差不多的 快感 让我们不断地去追逐下一件事物 下一顿美食 下一次性爱 下一次职位的提升 下一次买东西 打个比方 就像我们要去买个新手机 在看的时候很兴奋 下单的时候也很满足 等待的过程也很甜蜜 输到以后 开心得不得了 但真正到手 玩了没几天 发现也就不过如此 就那么回事吧 逐渐地 我们也就感觉到了 自己追求的快感 会迅速地消失 然后 我们只能去追求更多 追求更多新的快感 但当自己追了 追不到的时候 总是感觉自己是不满足的 而求而不得的时候 甚至是很痛苦的 也就是说 我们早晚会发现 其实快乐和痛苦 它们两者 几乎是不可分割的 这又是为什么呢 意念 这是记忆 经验 和知识的反应 毫无创意可言 正因为 它是成就的 所以 你在刹那间看到 即感受到的愉悦 和震撼 也变得成就不堪 你只能从成就的 而非崭新的经验中 引发快感 在崭新的当下 根本没有时间的存在 因此 如果你能观看所有事物 一张脸庞 一件印度沙利彩衣 在阳光下 闪烁的水面 或任何使你愉悦的事物 而能不让快感渗入 也就是说 如果你能观赏它们 而不期望重复这个经验 那么痛苦及恐惧 将无从升起 而只剩下了 无可言喻的喜乐 好好观察你自己 你会发现 就是这种想重复快感的需求 才不断给人挣扎及痛苦 因为它 绝不可能和昨天的感受一样 不只是你的美感需求 甚至是在心灵本质上 你都拼命地 想重复同样的愉悦经验 结果 却因为没有得到满足 而伤心失望 如果 你的小小快感 没有得到满足 你会怎么反应 如果你得不到 自己想要的东西 你通常会变得焦躁 嫉妒和怨恨 你想抽烟 喝酒 满足性欲 或任何需求 却不能满足时 你可曾注意过 当时内心的挣扎 那种现象 其实都可以归结为恐惧两个字 不是吗 你害怕 你害怕得不到自己想要的 你害怕失去自己 所拥有的 如果我们的快感 能够刺激一下 然后就能害一辈子 那人啊 什么也就不用干了 只是待在那乐了 科学家就做过这样的一个实验 他们把猴子当作实验的对象 把果汁滴到猴子的嘴里 同时呢 去监测猴子神经系统做出的反应 跟实验前预想的一模一样 猴子一吃到果汁 多巴胺就立刻开始分泌 然后科学家就训练了猴子 就安装了一个灯 当这个灯一亮 就会有果汁滴下来 猴子就能吃到果汁 随着实验 重复的次数越来越多 猴子对灯亮时分泌的多巴胺 比真正要吃到果汁的时候 分泌的还要多 也就是说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重复 对于事物的期待 所带来的快感越来越强烈 但在真正得到的时候 反而快感越来越少 甚至从得到的一瞬间 快感就抵达了峰值 就开始走下坡路 往后只能越来越少 进化心理学就告诉我们 我们身体的设计 就像是一个跑步机 设计出来 就是让我们不停地奔跑 而且好像没有终点和尽头 我们一直都在追逐的路上 追逐到了 得到了 这只是暂时的满足 快感会迅速地消失 然后我们只能去寻找下一个目标 而当自己追逐不到 也就是不满足 这个时候肯定是痛苦的 或者得到了 但是这个时候又担心失去它 也是痛苦的 而在痛苦当中 就会滋生出执着 恐惧 忌妒 抱怨 痛苦就像阳光下的阴影 好像是不可避免的 那从这个机制出发 我们也就发现 大多数人对自己想象的 那个理想生活 理想的自己 充满期待 对于自己真正拥有的 真实的生活 却容易觉得无聊 我们都会花很多的心思 去琢磨自己还没有的东西 或者渴望拥有的东西 但对于已经拥有的 并不在意 也并不珍惜 说了这么多 就是为了搞清楚快感的机制 我们不要沦为快感的奴隶 只是沉迷在感官刺激 和不停的追逐当中 但也不必否定快感 去选择禁欲 或者要求自己 一定要无欲无求 躲到深山老林里边 这也是没有必要的 我们只需要看清楚 你追逐的对象 比如一辆车 一套房子 或者哪怕虚拟一点的概念 比如说成功 比如说幸福 甚至看起来更高级一点的 比如说 要达到开悟的境界 死后去西方极乐世界 这些都是我们追逐的目标 是对未来的期望 都是我们的期待 是我们的想象 我们执着这些目标的时候 拿着这些理想的状态 去对比 评估现在的时候 肯定是不满足的 感觉自己是匮乏的 而当自己发现 这个期望达不到的时候 这个期待破灭的时候 那必然是痛苦的 而真正对生活的喜悦和满足 只能来自当下 真实生活的体验 而不是在那个未来 想象的理想状态里 当然了 也没有必要去放弃 对未来的目标 只要你能分得清楚就好 就像我们开头说的 玩游戏一样 不要沉迷 清醒地去玩 赢了或者输了 得到还是失去 都是游戏过程中 必然会出现的结果 你既然已经明白 只要一开始追逐快感 就会有痛苦相随 而你还是甘心如此 那倒也无妨 只要你不是迷迷糊糊的 陷在里面就好 如果你想要停止 对快感的追逐 其实也就是停止痛苦 你就必须全身贯注于 快感的形成 但是不必效仿出家人 或苦行僧的禁欲 你应该正视快感的 整体作用及其价值 然后才能享有生活的喜悦 喜悦不是想出来的 而是当下直接的感受 你一去想它 它立刻转化为快感 所谓活在当下 就是在刹那间 领会其中的美和喜悦 而不眷恋它所带来的快感 感谢观看